大家好,这集视频示范如何不让WhatsApp自动保存照片。 首先,先打开WhatsApp,然后点击右上方的三个点,选择设置。 选择存储空间和数据。 在自动下载媒体文件部分,选择第一个选项,当你使用移动数据时。 这时候会出现四个选项,分别是照片、音频、视频和文打,打上钩的选项。 手机会在移动数据的情况下自动下载,相反的去除钩就不会自动下载了。 第二个选项,当连接WiFi时,同样也是让你选择是否要自动下载,如果不要就去除钩。 而最后一个选项,当满游时,使用满游数据的时候,一般上关掉自动下载比较安全,国际满游的费用可是非常贵的哦。 一旦我们设置了不自动下载,当收到照片或视频的时候,打开后会看到这样,萌萌的预览,点击一下就可以下载了。 这样,那些不必要的照片或视频就可以先跳过不下载了,可以节省手机存储空间和网络配额了。 OK,方法就是这么简单,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。 喜欢这类型视频记得订阅给赞哦,谢谢你。